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Ruffer油电混合版的加装逆边器 这样就是可以使用正常的家用电器在野营之中 今天加装的是一个在Castro购买的1000W逆边器 它最高是2000W 我的车是2021款的Ruffer 油电混合版的XLE 然后我自己做了一定的改装,加装了行李架,工冰产 前面加了一个射灯 反正做了一些简单的改动 为了方便录音 我们就开始拆车了 被箱边取消 然后 这个挡板往上一扣就下来了 把这个帘子 把这边 下面就是这个 这个盒子呢 在这个上面也要抠手 这一旦它就开了 然后这一块呢 它有两个卡子 这个不要生败啊 稍微用一点力 对 就下来了 还是这一块有点卡子 这就能看见原车的点评了 这个是正节 这是副节 然后这是副节 这个逆边器的两条线呢 是 那个 它原带的 我就直接不做 改动了 先镜比较粗 什么换了呢 我昨天是从这里边穿的线和这儿 发现不是特别合适 因为我直接把它从这下面 就发现直接有缝隙 直接可以通过 这样的线比较方便 好 等这个 这个 里边器可以 这样朝哪个方向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比较方便嘛 这个方向比较方便嘛 嗯看来是 接线脚本是昨天那个 穿线比较方便 线比较硬啊 昨天我穿了另外一份 本来那个没有拆卸备胎 现在发现拆卸备胎以后 可以把这个泥本器放在这里 这样呢可以便于隐藏嘛 除了接个键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个正副级都连在电瓶上了 然后走线还相对完美 然后这个在这跟备胎没有任何影响 接上一个接线板吧 非常好 开机 现在显示14.4V 然后是100%电池 使用功率是0瓦 我们现在拿一个 麦克威尔 试一下 这个我刚从冰箱拿的 昨天做的换 试一下 哎灯光正常 正常用的啊 这边先去说 996V 这边不是1100的标准 看来标准的缺乏 电池是7.6V 在这边 1.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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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满意 这一度赢的时候 非常方便 这是这个逆边器自带USB和 Type-C 接 好了 我看一下 一分钟点凉 刚刚没给他拿出来 来试 哎呦 哎呦 很满 这个东西也有启动了 正常启动 变压了 我还加装了这个灯 相当方便 这个灯是连接在 这个 这个灯上 这个灯我也换了LED灯 但是这个小灯平常特别暗 加装这个特别亮 基本上后备箱和那个这个箱 车尾驱动照亮 晚上 非常实用 今天加州天气还是不错的 今天加州天气还是不错的 这个微波炉啊工具小了一点 所以做东西 最起码来两分钟了 刚刚我说的一句 不够了 这使用器件呢 汽车呢也会发动 因为它测量 电瓶低的 会自动充电的 会自动充电的 这里有的舒服很稳定 970到最大 电压有的 我已经闻着饭的香味了 嗯 嗯 我现在就这些非常 而且这个 一边器自带 我保险 所以我没有加装 付保险 基本不会 出问题 还有这些东西啊 待会再复原 我自己加装的刀车 行着酒仪 好像走线还比较完美 通过密封管穿进去 已经好了 看一眼 我还是很热的 非常棒 那我们就关机复原了 按住关机 它这唯一缺陷就是 没有一个能连接外接开关的 如果要有的话 它就不用 这么不方便 但是我这个位置呢 只能用这种扁平的插头 一般直行插头 备摊有点碍碎 先还原这个 这个还是相对对好 没位对好 对好缝隙以后一推 还有这上面一颗就完全加死 这个可以还原了 这个衡量是随车买的 就遮盖后备箱盖 后备箱的 实用性很小 建议大家不要购买这个东西 这边倒入材 对 这是什么 这样 然后这个两个挡板 这个很鸡肋 非常松 稍微一碰就开 实用上很小 就原厂的东西 看以后怎么样改成主空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